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玩糊的人应该是非常熟悉 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石瓢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石瓢是叫新洲石瓢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气形呢 因为这个气形给我感觉 实用性当然是很考虑的 就是我觉得是好玩 我跟这些8090后一样的心态 就是说这个漂亮 从这个湖当中我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 和新洲石水很多人会问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的高手之一 他是应该在清代道光年间到清代光绪的时候 这么一个高手 在玉成瑶的时候设计跟创作了这个气形 玉成瑶是在晚清时候 应该是在光绪左右的时间 集合了大量的一些文人在我们浙江的宁波所创作的一个窑口 库长城府五年以上的老紫尼 地区渐进地慢慢地发挥出这些紫尼的特点 紫尼它的这种养成以后的水色是非常温润的 所以从古至今的紫砂湖紫砂湖紫尼这一块是比较看得重的 因为紫尼它包容性也比较强 它能够适合泡各式各样的茶 这个气形呢 为什么说我个人特别喜欢啊 其中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整体的造型上 这个造型呢 第一个就是说是它不显锐感 以前古人选菜呢 都是选生活当中是食用的一些题材取样的 底部比较大 口字比较小 有一种锁住茶器 会包容一些东西 一旦倒水 它就呈现一种三角形的立体感 出水的接触会非常的好 不管是你是喝什么茶 然后出水这块是看得比较重嘛 所以石瓢这个气形呢 很多玩户人会看得比较喜欢 这个气形的盖流 跟一般的子野或者一些满瓢会不同 呈现这种高度不是太高 然后呢 修饰的各方面都还比较好 整个气形配合呢 就是你放在茶盘上或者茶桌上的 退后四五步一看 它比较沉稳 比较搭配的和谐协调 糊的还是它的流嘴 比较有力度的一个挺拔 然后口子上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圈嘴 它这个用意呢 它可能是把一些锐角给缩练起来 然后增加了一些细节上的一些效果 就哪怕今天来看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一个弧靶的设计呢 是比较 也是呈现一种比较神用的搭配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气形呢 理论上说是应该实用 美观 包括从各方面来看啊 都还是耐品味的 因为宇晨瑶的一些作品呢 都是往往有文人的一些参与啊 所以说它显得那么的漂亮跟精致 哪怕户人反复的一些学习跟观看呢 也是值得一些品味的 关键在于课汇 新洲食品呢 也找了一些当代的高手 一定是我们仁沙堂选中的 木骨类的高手 纯手工去课的 包括这个选材的体板 包括诗句的韵意 与它有关的一些诗句啊 都是符合了一些文人气的 让这个湖呢 就更加与这个气形的 搭配得非常的好 我们这次还给大家配备了一个 这个气形的一个光速器 光速器的话 也是非常的漂亮 如果有喜欢这些光速版的朋友 也可以做一个选择 这个气形呢 最后我们把它容量定下来 约在200cc不到一点点 可能在190cc到200cc 这么一个容量 这个容量呢 应该是泡茶的茶医师 还是生活当中泡茶的一些 泡茶的一些朋友 都会觉得这个容量会非常的合适 因为稍微大一点呢 头茶都比较难控制 小一点的话 万一人多的话 就是泡茶可能也会有一些难度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下来 这个气形容量在190-200cc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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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